他工作的时候 把自己的任务都完成了 然后其他同事 就是请他帮助的时候 他不想去帮助他们 他觉得自己有这么多时间 还不如红法念经 他觉得就是在红法和人间帮助别人上 他选择了红法 但是他又觉得这样子不太对 有点自私 请师傅开示 很简单了 这个是不是自私 很简单了 跟人家讲明呀 笑笑跟人家讲呀 我很愿意帮助你 我帮你十分钟好吗 我其他时间 你给我点时间留下来 我要念经 好了 人家感恩你了 对不对呀 又敲门了 现在人都不是傻瓜 什么话都不能讲啊 那又帮助人家又念经多好啊 对对对 要么连板子 我念经了 让我跑着去 别人家帮他做 做做做 做了心里不愿意 给人家看脸 聪明啊 情长高啊 我明白了 情长明白了 明白明白 智慧 智慧 听得懂吗 菩萨说法 佛陀说法 四十几年 四十九年 他在 他在这个菩提树下 给人家说法 是什么意思啊 他就是让人家 讲的这个智慧啊 佛法嘛 就是智慧人生啊 还有什么 最经典的就是智慧啊 你没有智慧 你这个人不就 就是什么都修不好吗 什么都不行啊 对啊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谢谢师父 师父请 请师父以后 就是在节目中 多教教我们 做人的道理 因为您 您最近一直在说 学佛就是学做人 如果做人做不好 一定学佛学不好 对啊 你看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李先生 他经常打电话 进来问很多问题 就是问到很多 做人的问题 所以师父 为什么喜欢回答 他的问题 因为他 对众生都有帮助啊 实际上做人真的很重要 谁都喜欢听师父讲做人 实际上师父 告诉你们的做人 已经是超脱了人间的做人的 自私狭隘的东西 是一种 是一种智慧 听得懂了吗 你重想一件事情 很多人做人做的不好 做的好事还给你骂 对不对啊 对啊 很多人傻傻的 好不容易省钱 请人家吃顿饭 吃完了最后还要讲 还要讲笑话 讲了人家都不笑 吃了都不说他好 一些人真的脑子坏掉了 请人家吃完之后 你们好久没吃过这么好的菜了啊 还能说你看 你们平时在家里也没什么事情的呀 要不是我请你们出来吃 你们不是在家里吃青菜萝卜啊 对不对啊 你看 你看我请你们吃了 你们开心吗 人家吃了就不开心的 嗯 你应该说非常感谢他们 哎呦 谢谢你们给我面子哦 你们一来我开心哦 对不对啊 你们能够让我今天这么开心 我真的是很感恩你们的 真的 我很开心 大家能够再在一起吃 就是这种福气啊 福分啊 口吐莲花呀 知道什么叫莲花吗 是这么吐出来的 看见人家剔头了 哇 这个头怎么这么漂亮啊 看见人家画眉毛了 哇 你的眉毛怎么像月亮啊 哈哈哈哈 对不对啊 看见人家 哎呀身体不好了 哎呦 消节了消节了 过节了过节了 怎么讲的 看见人家 看见人家一生病的 妈说 你看 业障啊 你的业障 哈哈哈哈 嗯 师父 那 那这个就是 就是讲 讲这些话 就是给别人一种欢喜感 这个是出于 呃 是一开始 比如说自己修为不够的时候 是故意我要这么讲 就让培养自己这种 开始的时候是故意 对吧 开始的时候 他后来就自然而然了 自然而然了呀 他后来就自然而然了 开始的时候总是有点 开始要自己要去学佛呀 学佛要口吐莲花嘛 叫语言不失呀 嗯 对不对啊 看见那个女孩子长得很难看的 你就告诉她 你就告诉她 哇 现在人都可以变的 可以整容的 心最重要 对不对啊 啊 看见人家好看的 你就说 哇 这个是你前世真的修得很好 那哪句话出来不都好的吧 哈哈 哈哈 我说话太讲究了 那当然了 这个这个这个是一门大的科学呀 啊 同样一句话 可以把人家恐怖分子 束手就擒 对不对啊 所以那种 谈判专家 谈判专家 这这这东西 人家要跳楼了 你在边上 那我不是上次说过笑话吗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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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 一个男的要跳楼 啊 就是想不开 他老婆老欺负他 看见老婆真的吓得来发抖 对不对啊 结果站在阳台上要跳楼 专家在正好跟他谈的时候 他老婆赶回来了 他老婆赶回来跟他说 亲爱的 你不要跳啊 有话我们时间长的慢慢谈啊 这男的蹦跳下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对啊 要学啊 真的 傻姑娘 笑话 幽默 那是人生的一个钥匙啊 夫妻两个不开心 你讲一个笑话 马上就 烟羞云散了 对啊 智慧的 很不会说话 所以你们跟师父经常在一起 你就可以会讲很多话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我在中学的时候 一个小朋友过去 从来不讲笑话的 胸子好像脸 总是板着的 他就是喜欢跟我在一起 听我讲 讲了之后他就学 女朋友一直找不到 后来会讲了 幽默了 慢慢跟着我学幽默 好了 女朋友找到 还是这样好了 什么都好了 幽默 幽默 那是一个一级良药 幽默 那是一个人的 一个本性的流露 幽默的人是高智商的 低级的人幽默不出来的 听不懂 听得懂 你去看那些低级的人 他就会说那种下流话 对不对 好了 对 好了 谢谢师父 还要听 下次再 下次请找吧 没时间了 拜拜 好的 谢谢师父 谢谢